阿媽噴到 哈嘍,大家好 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水培方法 這個方法呢,就比一般要用泥土的方法呢 就來的比較容易跟比較衛生一點 因為它沒有一些泥土 所以呢,可以種在室內也可以種在室外 而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點子呢 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去做这个水培 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个水培是不是我要买一些很专业的 或者是在网上要买一些什么 盆子啊 或者是那些去开始我的水培的一个 就是来开始 其实不用的 我们只需要一些很普通的罐子 然后就可以做我们的水培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说一说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点子来开始你们的水培 先来说一说水培的好处 就是它只用水来去让这个菜生长 所以呢你可以种在室内 因为它不会照牙叶儿虫子 或者是蚊子来吃你的东西 所以较为的 就是卫生一点啊 而且呢你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很多时间来去管理它 它也可以自己生长得很好的 像我这一个呢 只不过就是每两天加一点点水 它就可以就是那个根系就真的 就是生长得很好 你看它的根可以很长的 所以呢只要水可以就是那个根部可以接触到这个水呢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这个水培的方法呢就是比较省钱 就是比较实惠一点 你不用花这么多钱去买里土或者是怎么样 也可以生长得很好 这个呢就是比较多人去选择水培的一个就是几个好处 然后呢我在网上看很多就是要做水培呢 就都要拿一些什么买一些盆子啊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适合这个水培的方法的一些器皿啊或者是一些杯子啊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呢这个就会提高我们的成本 如果你没有很多预算的话呢 我会选择就是拿一些伊拉罐 就是一些可乐瓶啊或者是啤酒的罐子啊不用的 我们呢就可以做我们的水培呢 首先呢我们要就是可乐瓶的伊拉罐 那把里面的东西呢都洗一下 因为它就是本来是可乐来的嘛 如果你不洗的话呢它有很多糖啊 就是会呃就是会弄到你的呃根系就是生长得不太好 所以一定要就是卫生一点了 因为你是喝的嘛对不对 所以要卫生所以要洗一下 洗完了以后呢我们只需要呃海绵 一块海绵就是呃那个海绵你可以就是弄到刚刚好 这个位就是刚刚好可以放进里面的这个孔 可以刚刚好的 然后就呃往里面呃弄一点水 就是弄满了弄满水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这个已经培育好的 就是已经有一些根已经培育好的苗子 然后呢就塞进去 塞的过程呢要小心哦 因为呢如果你塞的不好的话呢 这个根系会烂掉就是会呃砍 就是因为这个边边是风就是呃很利的很锋利 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一点放 不然的话呢呃就会断根 我们就放进去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呢过一个礼拜它的根呢就会像我这样子就是会很呃就是长得很快 然后呢这样子我们就完成我们的就是第一个阶段的水培了 这个方法呢就呃可以用在第一个阶段就是你的这个苗子是刚刚预好的它的根系没有那么发达的呃你就可以用这个 这个呢这个呢其实呃我们是可以用到如果你看到这个苗子有五六块真叶已经出来了 然后它的根系很多然后呢多到这个瓶就是这个罐子没有办法去容纳了 你就要呃弄就是你就要可能去弄一个大一点的就是那个口大一点的呃瓶子来去继续这样子育苗 不然的话呢它的根呢就是迟早会呃就是因为这个器皿有点小所以你要换 不过呢这个就可以呃就是等到它出正业以后你才去考虑它的就是呃容纳不了这个呃就是这个疑虑 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呃就是用这个罐子去呃培育它也可以的 但是很多人都说那如果它里面没水了它已经吸收完了那我怎么去浇水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呃你不用整个都就是都呃都弄出来看 其实呢我们可以就是呃呃就是浇一点水在上面 然后这个棉花会吸吸水的然后呢你看到这个边边是有一点点空间的 如果它没有水的话呢你就是呃浇水的时候呢它这个就是这个瓶子是不是有凹进去了一点点 然后呢它会在里面漏水在就是漏水在它下面 但是呢如果它满呢你怎么知道它满呢就是呃它很多水没办法漏进里面 然后呢有很多水在下面这个这个阿卫的地方你就知道它已经满了所以就不用再浇水了 这个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呃呃就是呃呃废物利用然后做的这个水培 水培有就是后续的工作要做的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呃呃这个苗子的就是生长它会越就是越来越呃呃就是长得越来越快 然后呢需要的呃呃养分也越来越多 但是呢这个水呢是没有没有太多就是可以供应给它的水就是养分的 所以呢我们要额外去加一点呃自己做的或者是有机的肥料进去里面 让它可以生长得更好 这个呢就是之后你可以就是呃呃考虑要做这个就是后续的工作 不然的话呢你就可以这样子然后每每两天浇一次水 这样子你就可以等它呃呃就是长得很大之后你就可以呃呃采收了 这个就是呃呃呃又环保又简单 然后也可以呃呃跟小朋友一起家庭乐一起做 所以呃呃这个就是一个idea给你们 如果你是想做水培但是也不想去买这些工具 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尝试这个方法 那我们的今天的视频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就点赞订阅跟分享啊 拜拜 别忘记我们的discord群哦 我们的连接会在资讯哪里面可以看得到哦 拜拜